大家好,我是乔治,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期久违的自穿好鞋推荐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应该不难发现 我可爱简陋了,没有什么比破发更快乐的了 我从来不主张贵的鞋就是好的鞋 这完全是看个人喜好的 自己喜欢的鞋符合自己风格 天天穿都穿不腻,在我看来就是好鞋 那今天我就遵守着这个手则 给大家盘点了四双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鞋子 例别是从篮球鞋到徒步越野鞋都有 保证双双都是好穿好看好搭 对于学生党来讲,不用有任何的试错压力 对于和我一样的打工人来讲,绝对是通勤必备 那么话不多说直奔主题,Let's go! OK,我们先来看第一双 这两天刚收到,目前还处于一个兴奋期 Nike Book One 作为Devon Booker在Nike的第一双签名球鞋 它的反响要比我想象中好得多 一开始的两个鲜发配色我居然都没有买到 一直出到了这双响尾蛇配色我才终于成功入手了 不管在我还没有拿到实物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它整体的设计就是走一个比较清爽简易的风格 配色也基本上都是走一个朴素的组合 所以搭配起来是完全没有难度的 直到我拿到实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它的整体用料也是非常有诚意的 在鞋头的部分用的是很大面积的牛皮革 手感非常的柔软 对于一双普款篮球鞋来讲 Nike已经给了很多了 现在我在手里拿了月酒 好感度也跟着上升 接下来我准备单独拍一期给大家更细节的一个测评 目前这双在德物的平均价是700多 45和46买也才750附近 我觉得还是很值的 绿舱上我的马已经是到98刀了 我之前下单的时候是110刀 我还是操之过急了 来看看第二双啦 这双鞋我跟你讲 穿上了之后可能就脱不下来了 Nike Femero 5 从差不多两年前复古跑的崛起一直到现在 这个类别是依旧保持火热 老实讲在每一年不同的球鞋轮替当中 复古跑是我唯一觉得对不起这个流量的鞋子 相当于Dunk 相当于Samba 在做工和脚感这两方面 它都是远超于他们的 所以不管玩不玩球鞋的人 收复古跑都不会后悔的 在复古跑当中 Femero 5是一直保持稳定输出的 基本上每一两个月都会出一些新配色 夸张出众的有 低调稳重的也有 可以满足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其中不变的核心要素 就是它极度舒适的脚感 前后脚掌都附有Zoom Air 外底中心镶嵌的足弓支撑 踩下去非常的稳定 同时也能感受到Zoom Air的回弹 Femero 5在鞋面大部分的材质都是网织材料 透气能力是非常出众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剩下 它是最适合的选择了 这双是我今年穿着次数最多的一双鞋子 它就是那种你第一次穿它 感觉就已经像是一双你穿了很多年的鞋子 完全不需要磨合 目前像这种比较百搭的全黑或者全白配色 在德物的平均价是500到600左右 算是复古跑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了 在绿叉上是取决于尺码 90到120刀不等 来到今天的第三双啦 非常非常被低估的一双A6 X89 这双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复刻的 我已经记不清楚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是差不多和New Balance 550同一个时期出的 可是当时550的人气是碾压性的胜出 直到现在它还是被压着打 可这不妨碍它是一双好鞋 它的形象是我看来最具古早味的 各种细节处理也都很丰富 尤其是它的鞋底设计 这种图形构造很有那种高打机体的感觉 很独特也蛮帅的 在搭配方面 我觉得它是可以去迎合任何风格的 运动裤 西装裤 工装裤 都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去组合 价格方面这双鞋的情况有点特殊 在美国这边几乎所有的球鞋店 这双都是有打折的 我自己就是在ASX的官方网上收的 是打到了70刀 得物上就比较奇怪了 一般我的45码都会比较贵 但这双45才500 反而小码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大脚的朋友们反而可以把握一下机会 绿叉上反而是比较稳定 基本上都在60到70刀左右 OK 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双了 真的是我的一双私藏好鞋 它才是真正可以在夏天穿的HOKA Ana Kappa 我之前做过一期HOKA的开箱视频啊 当时我说很期待在夏天穿Tour Ultra 我必须承认 我口出狂言了 那些是真的热啊 不过没有看过这期视频的朋友们 还可以看一下 除了对于季节的错误判断 其他部分我讲的还是挺细的 那说回这双Ana Kappa 在人气上它可能不如Tour Ultra和Kaha那些热门款 可是论脚杆和做工它是完全不输它们的 鞋面用的是大面积的网织材料 可以感觉出用的是比较薄的面料 这也大大提升了透气性 使你在夏天穿不会这么闷热啊 在鞋身的结构支撑部分运用了不少挤皮材 只是加强了它的耐穿性 同时整双鞋是有Gortex加持的 所以遇到下雨天也不用怕 鞋底用的是Hokka标配 Vibram的鞋底和防滑的Megagrip 总之该有的都有了 它的价位还比其他款便宜不少 不少Ana Kappa都是有折扣的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那在二级市场 德物的价位基本是在700到900左右 我觉得对于这双鞋的品质来讲 绝对是对得起这个价的 我是奉劝大家在它大火之前收下自穿 因为今年Ana Kappa已经开始和Double Tap合作了 那有了关注度 有了人气 价格多少可能会有点波动 但也不一定了 可能是我多心了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四双自穿好鞋了 没有广告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惠活动了 单纯就是我平时自己会穿的一些比较实惠的鞋子 希望对大家有用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类推荐视频还满意的话呢 记得点赞加关注多多支持 那我们下期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